大家好,我是小花匠 这个三角煤被称为光叶子花 一旦在缺光的环境下 是非常容易出现落花落叶的情况 你就像我面前的这一盆 我们来试一下 就是这种样子 像这一盆就是长期在屋内出现的情况 因为光照条件是非常差的 当然在经过快递运输之后 三角煤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可能会比这个还要严重 但是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我们需要怎么做 首先做的就是这个修剪 三角煤要怎样修剪 很多朋友可能遇到这个情况非常头疼 其实修剪方法也是非常简单 现在我们开始正式操作 首先我们要剪掉这个花饼 像这个花拜过之后 它会留下这个长长的花饼 留在上面非常影响美观 我们要给它剪掉 这个花饼剪掉之后 我们现在还要做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去除三角煤的顶端优势 因为这个三角煤的生长速度 长支能力是非常强的 如果你不修剪 它的枝条会一直生长 当然我们还要知道 这个三角煤基本上大多数是新发的侧枝 新发的这个新枝 叶烧开花 有极少部分是这个叶芽 叶芽中间的开花 所以你只有勤修剪 测枝发的越多 然后它的这个花芽 形成的也就越多 这就是三角煤的一个简单的修剪方法 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 第一剪掉花饼 第二去掉它的顶端优势 这样三角煤才会长出更多的测试 才容易爆花 今天我们的视频也就是简单的分享一下 如果你对养花 对养殖三角煤感兴趣的话 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 后期小花家也会陆续的 将问题进行一个整理 陆续的和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